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大师在临风中他曾经对我们修行人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要先知道一个事情 说流转三界洲 到底是谁在流转 流转者谁 这很重要 到底谁在流转 比如说我在流转 我们一般说我就讲这个射身 不对啊你这个射身死亡以后就消失了 你的男生又换一个新的射身 所以不是射身在流转 射身每一集生命都不同 他是片段的一块一块的 那到底谁在流转 对了就是一念的思想在流转 当你射身消失的时候 你今生的思想会贯穿到来生去 思想会通过死亡 让你来生继续受用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生命 有很多事情是不断地在重复的 除非你用活法来调整你的思想 我们今生造了很多的业 今生很可能会继续造 因为他思想贯穿 你看 有些小孩子 他也没有人教他 他很喜欢布施 你给他一个苹果 他看到你来 他很资产切一半块给你 你说他有接受教育吗 他那么小 哪有接受什么圣贤的教育呢 习惯性的思考 这个人我们看这个动作 这个人 我抱很大 因为布施的思想 富贵 从布施中来 小孩子 紧张跟他争吵 这个人 生命当中 很可能会丑陋 称会丑陋 你看 你要 你的这个庄严 从忍辱中来 如果这个小孩 他的东西都藏起来 不跟人家分享 这个人 贫穷 下贱 贫穷 从千滩中来 所以你 你大概看到 这个小孩子 大概他就是 因为小孩子 他不会掩饰自己 他最纯真了 但是30岁的人 就看不准了 因为他的行为 都修饰得很好 所以我们的思想 其实继承了过去 当然 我们也可以做调整 到我今生 重新改变 我一定要改变 那么总而言之 整个流转当中 主导我们的是思想 而思想当中 最可怕的是思 而不是想 想是一时的 思就是我们心中的那种 坚定的一种意志力 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公案 给大家参考 在佛陀的历史 有一个叫 瑟利伯尊者 大家都很清楚 他曾经五百事 变成毒蛇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说明一下 那么这是在过去 波罗奈国 有一个做买卖的生意人 这个人很会做买卖 他做完买卖以后 他赚到了钱 他除了日常开销以外 他干什么去呢 他也不是去买房子 也不是买车子 他买黄金 他特喜欢黄金 所以他把他所赚的钱 大概日常开销以后 就赶紧买黄金 慢慢买黄金多了 他觉得黄金 虽然颜色光泽很不错 但是没有造型 他就把他所真的黄金 打造一个花瓶 就更喜欢了 除了光泽还有造型 他就拿一个盒子装起来 藏他在家里面的 坑地洞里面去 他一天工作回来 把黄金打开 一看一天的疲劳 就消除了 硕硕现行都无常规 见识功德 深深耗耀 贪爱反尽 他这个贪反倒是恶念 当然他也没有医道佛法 也不知道怎么调整 那么他看到黄金 这个金品以后 他更喜欢了 他就赚了钱 都把它弄成金品 他一辈子做了七个金品 但是人的精神体力有限 所以他后来就死掉了 死掉以后 我们知道 色身的死亡 他的思想还在 贯穿到来生 变成一只大蟒蛇 守在这个黄金的 这个洞穴的旁边 谁靠近 他就出来警告你 你在不思想 他就伤害你了 后来做了五百事 死了以后 又做变成毒蛇 死了以后又变成毒蛇 第五百事的时候 他突然间去找东西吃的时候 他三天都找不到食物 就觉得很痛苦 那么在痛苦 我们知道一个人有善根的人 在苦境的刺激 一个人就在这种痛苦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自暴自弃 这种没有善根 第二种人善根的人 他有善根的人 痛苦一刺激他 他启发他的正念 他开始反省 一个人只要他的心 开始向便反省 这个人就有救了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相会叛运 你就没办法自保调整 所以自觉 自觉自审自调 他开始回关缓照 为什么我做这么多次的毒蛇 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知道 他贪爱这个黄金 造成了他五百事毒蛇的身份 他非常惭愧 他是很累 他脱着疲惫的身体 跑到毛路上 找到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看到这个毒蛇很怕 他说你不要过来 他说你放心 我不伤害你 我求你帮我做一件事情 他说我为了我的七个精品 我付诸了五百事毒蛇的 这种痛苦的果报 我想把其中一个精品 供养给寺庙 又使见福 来超越我这个毒蛇之神 这个年轻人都被他感动了 他说好那可以 他就拿一个扁担 一边就坐着毒蛇 坐着坐着坐这边 另外一边就放精品 两个就调着 到了寺庙去 那么这个寺庙 就欢喜地接受他这个精品 也为他说法 说法以后 这个毒蛇是有善感的 听得满心的欢喜 他说我干脆 七个精品全部建出去了 他本来只怕带了一个 你看他 他回关缓照 只想舍一个而已 他又带这个法师 又到他山洞的地方 把六个全部挖出来 全部供养出家人 后来他就截死 不吃饭了 就死掉 死掉以后都上到套地天去了 诸法因延伸 为什么他会从毒蛇里面 转成套地天 是谁在诸导他的生命 对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改变了 他从一种贪欲 迁贪的思想 转成一个布施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罪从兴起 江青灿 辛若灭死罪以往 你忏悔 你怎么知道你罪 消了没有 怎么知道 我遇到同样的环境 我没有想要再照第二次的念头了 辛若灭死 你这个业 就不可能得果报了 因为那个业后面的动力 那个马达被灌掉了 这个业会变成什么呢 维斯学长 不增长业 你只要不刺激它 它不可能得果报 它业种还在 但是它 这个种子啊 它已经孤黄了 它没有生长功能 业啊 业要得果报 一定要不断地照做 今天做 明天做 要增长 要增长 这个业才有力 才有气势啊 所以 忏悔所对峙的业呢 在维斯学上说啊 说我曾经造了沙盗淫望 但是我真实的忏悔了 我从今以后也没有再起现行了 这个业变成 这个业也没有消掉 没有消掉 它呢 潜伏在阿拉野市的大海的深处 的某一个角落 你只要不要再刺激它 它 没有得果报的力量 那么这个业 等到成佛 等到成就出地 不是要再来处理了 就戴业往生就是这样 戴业种 不能戴现行了 你不能再起现行了 这个业只要还有现行的滋润 只要你还在造现行的业 这个业就不能戴哦 我们讲戴业往生 只戴业种 不戴现行了 如果你现在还在造一个罪业 这个临终会障碍哦 所以持戒是很重要哦 因为你这个业已经不造了 变成业种 就不增长的业可以带 但是这个业你还在造 那你临终你要小心哦 你临终啊 是两种力量 一个练佛的力量 一个造业的力量 可能造业的势力会强过 你往生的势力哦 因为它是你习惯动作 它是你熟境界哦 所以我们往生的人 除了持戒以外要忏悔 就是你要让你这个业啊 要经过你的忏悔以后 那个失心所要断掉 你断相续心 圣灵国尊者 他就是断了相信心 他本来是一个毒舌的一个 这个思考模式 千贪 不舍 又贪爱执着 后来转成一个不失的心 慈善的心 这个就是他为什么生命可以改变的理由 所以流转三界中 是谁在流转 就是你一念的思想在流转 你这个色身啊 他只是一个果报而已 就在一个房子而已 你用完就丢了 房子里面那个人才是重要 这个房子坏了以后 那个人啊 又跑到另外一个地位 那个人不调整就没有救了 你的思想 如果你的思想不改变 你的生命就历史不断地重演 如果你今生贫穷 你来生还是贫穷 如果你今生是丑陋 你来生还是丑陋 因为你思想没有变嘛 所以他的业感没有改变 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 当我们想要成佛 当我们想要往生的时候 我们开始知道 要从我们的思想改变了 因为他是主导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他是一个主导者 其他的业力只是一个字幕而已 只是个字幕而已 好 那么我们有这个观念以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到底我们的思考模式 一个修行人 有八种思考模式 我们首先要先了解的 我们要先对一对 我们目前是属于哪一种 再找到适当的方法来调整 那么既然我们的思考模式 深深地主导我们 那么思考模式到底有哪些呢 好 我们看第二价二的发心的差别项 那么先讲八种发心 再讲四种差别 先看八种发心的第一 第一跟第二 请合掌 我们的思考模式呢 先分成邪跟正 两种的差别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事有行人 一向修行 不救自心 但知外物 这个人他也受了三归一 他也是佛弟子 他也算是修行人 那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 修行的善法 但是呢 不救自心 他很少去观察 他内心的活动 他的内心呢 习惯性 往哪一个方向活动 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当然他也就没办法调整 那么这个人干什么呢 但知外物 攀岩人 攀岩是 总是向外攀岩 那么这以下呢 讲出了四种攀岩 第一个 获求力养 他心中啊 追求物质的享受 获好名文 他攀岩呢 美好的名声 博取别人的赞美 获贪现世安乐 今生的武艺的快乐 慌望来世的果报 如是发心 名之为邪 那么这种人 大部分呢 他也不是很想听经 他当然 他也就不能够 用教理来关心 来调整自己 就跟着感觉走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那么这种人 就是邪恶了 这种邪恶的人啊 以英光大师说 即便他来生不堕落 他福报修得大 大概第三生 第三生就下去了 今生造业 第二生的时候 享受快乐 第三生就 堕落到恶道去了 三世约 因为他的种性 已经形成了 山土种性了 那么即便他不马上堕落 也迟早问题了 因为他的因种 已经种下去了 这 既不求力养名文 又不贪 依乐果报 唯未生死 为菩提 如是发心 名字为正 那么这个人 他对物质的享受 淡泊 对明文立扬 别人的赞美 他也 不是很在乎 对于武艺的快乐 他是基本上 他不把心放在 往这个方向跑 那么他的心呢 是调整到 为了了生死 为了严重 严存菩提 他的心啊 尽量往这个两个方向去经营 如是发心 名字为正 其实这个 这个就是考虑你的智慧水平 我们一般人追求名文立扬 你怎么把它调成正呢 这不是勉强 我现在开始要走上正 没有用了 你要有一种 智慧的关照 就是说啊 如果从佛法来说啊 就是说 其实佛法就是什么 修行就是什么 自我沟通 你要跟自己沟通 你一定有盲点 所以为什么佛法是绝 佛者绝 因为他绝物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你绝物了 他自然照善 他不觉悟 你打他也没用 所以 当你的心动录写的时候 你自爆自己也没有用啊 你怎么办呢 你跟自己沟通 需要先说服自己 你说 事件上 人追求快乐 可以理解 人性本来就喜欢快乐 那个蚂蚁也喜欢快乐 但是 我有需要追求 无意的快乐吗 无意的快乐 是有过失的 我们今天早上说过 你追求今生的快乐 无常败坏的过失 注意求死苦 得死多部位 失失怀忧恼 一切无乐死 你追求过程很辛苦 得到的时候 弟子心不安 担忧 失掉的时候 你又开始抱怨 你根本没有真正的快乐嘛 所以 无意的快乐 是有过失的 佛多说 比如刀上的蜂蜜 不足一餐之美 而有割舌之患 你 你喜欢刀锋上的蜂蜜 你舔那个蜂蜜 虽然有甜蜜的感受 但是你的舌头被割伤 我们一个人喜欢吃蜂蜜 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一定要吃刀上的蜂蜜 你可以吃瓶子里面的蜂蜜 对啊 你可以追求圣道快 极乐世界也是 无有众苦但受足乐 圣道乐没有过失 你可以把你的欲望 转到极乐世界来 所以 佛法它是怎么样呢 它转 它疏导 小圣人 他就喜欢用断 就是把那个恶恋断的 菩提心善恋也断 大圣佛法是疏导 你这个水啊 你有本事黄河患难 没关系 我把你疏导为灌溉 所以 念头没有错 它是因为被一种 错觉误导了 你也不要责怪自己 你把它倒过来 用智慧 跟自己沟通 把思想倒过来就好了 修行一定用行为 用智慧来引导你 你用强迫都不会持久 你看有些人他要不用智慧 他只是持戒 他造恶以后 不可以 他只知道说他不可以造恶 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造恶 他不知道 强压式的修行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你 你还是想造恶 你只是怎么样 你不敢造恶而已 你不敢造恶 但是你的思想没有改变 你本质没有改变 你要修到你不想造恶 这才重点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还停留在 你不敢造恶 那你的水平就不高了 你初世间的解脱 都没有你的愤怒 因为你的种性 你没有形成这种种性 你没有这个葡萄的宗旨 什么宗旨葡萄 你必须用佛法的道理 跟自己沟通 你要把它转世成 自己转成 我真的不想造恶了 因为没有意义嘛 我造恶的目的干什么 我不就是想追求快乐吗 但这个快乐值得吗 你得到这个快乐 你付出惨动的代价 来生到地域去 值得吗 其实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也可以尝到快乐 这个快乐 胜到的快乐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 你当你有一个 错误思想的时候 你不要责怪自己 坐下来 泡一杯咖啡 好好跟自己沟通 你把道理收 你用现在的你 来说服过去的你 你要跟自己沟通 因为你过去 留下很多的 我们一个人 内心当中 有很多正面的思考 那感谢过去的你 也留下很多负面的思考 你要调整 这些负面的思考 就是用佛法的道理 跟自己沟通 就叫转式成制 它是可以转 但是你不能强腰 你要强腰的话 有些人他是用强压式修行 就一直喝着自己 说你看你什么事都干不好 你这个人就不行 到最后 这个人会没有用 没有用 他恶事不做 他善事也做不了 他很可能走入 愤世极俗 这种厌疑心 他极度厌疑 刺激他 他就走上 像阿罗汉的地步上去了 所以你用沟通 不要去喝着他 这个想携证 那么我们看第二段 伟真 有罪不忏 有过不除 内酌外清 使情终代 虽有好心 多为名利之所夹杂 虽有善法 负为罪业之所染污 如是发心 名之为味 念念上求佛道 心心下化众生 闻佛道长远 不生退却 观众生难度 不生厌倦 如灯万刃之山 必穷其顶 如上九成之塔 必造其颠 如是发心 名之为真 前面的邪正 是比较纯的 就是这个人邪 就是邪 这个人正 就是正 但是这个尾 就是他 你说他邪 他又带一点正 你说他正 他又带一点邪 就是掺杂 这种人可能比例会蛮多的 我们看这个 为 这个人 他也曾经分好心 来修行 他也希望能够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呢 他的功课做的不多了 他平常没有自我反省 有罪不忏 也没有好好持戒 有过失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忏悔 去苛责 去改变 去调整 有过不足 这个过失呢 比方说啊 他有这个 也不好的习惯啊 贪睡啦 贪吃啦 等等 有些不好的过失 内着外清 死情终待 内心污浊 但是表面看起来很正常 那么刚开始很勇猛精进 但是福报现前以后呢 就邪但放逸了 这是这个人啊 他不持久 虽有好心 刚开始也希望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呢 民意现前 又夹杂的民意心 虽有善罚 又夹杂的罪业 如是发心 明知未为 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善恶掺杂 善恶掺杂 善恶掺杂 一般来说 罪业会先得果报 因为一般来说 罪业的势力会造得比较重 一般来说 所以你看哦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 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做了很多 但临终的时候 相貌不好看 那你说因果何在呢 他做这样多的慈善事业 你看他的相貌 不是好的相貌啊 你别紧张 他的善业 可能第三次才出来 因为他强者先迁 你所做的每一个业 都跑不掉 都跑不掉 但是得果报的时候 他要排个次序了 要排个次序了 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造了很多善业 而没有表现出来 合理的推论就是 他造的罪业比较重 这个人可能两个都造 罪业先表现出来 但是他所造的善业 也没跑掉 以后再说了 所以这个伪的人要注意哦 因为伪的情况 大部分 大部分 罪业都会先出来 那么真 这个是难得哦 练练上求佛道 心心消化终生 他的心已经被 佛法的思想 慢慢的调整 慢慢的教育 已经是往上求佛道 像化众生的地方跑 虽然他的行为 偶尔还有一些过失 但是他的大方向 已经是调整成 上求消化了 那么剩下就是时间的问题 他已经慢慢慢慢 一个人思想改变以后 至少他是在进步了 这个人是保持在inclusion 他一定今天比昨天进步 明天比今天进步 对他来说 成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闻佛道长眼不生退却 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 这种人绝对不是 只有一种亨利而已 应该有智慧的程式 在自我调整 这种人心理素质都非常好 他对经论的学习 他心中有很多法宝 自动在 随时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当他沉梦的时候 他就送花花金 来启发他的心 当他攀岩的时候 他送嫩银金金刚金 来调伏自己的攀岩 他用空甲恶观 善调其心 所以他永远保持中道 如登万刃之三 必穷其挺 如上九成之打 必造其天 这个人就是他的理想抱负 已经成就了 如是发心 明知为真 一个人心态调整以后 他的行为不可能 不一定马上跟得上 他可能还有一些习惯性的行为 但至少这个人 他的情况有一个特点 他自我调整能力 自我反省能力很强 他做了措施 他在很快的时间 会自我调整 他里面有一个系统 就是自我反省的系统会启动 他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一般人照了 就照了背 对吧 他不是 他照了以后 他很快的会检查出来 然后自我调整 他会找到适当的药 让下一次的过失降低 也就是说 他的心中已经有一种 自我调整的系统出现 不简单 他已经安住菩提心 而且他也善调其心 这种人 生命对他来说非常有益 这种人要活得长寿才好 因为他每一天都在进步 每一天对他都意义重大 这种的我们一般说 修行上路了 上高速公路了 我们现在还在世纪打转 找不到路 那么这是说 安住跟不安住 人要先求安住 再求调伏 因为你安住菩提心理以后 你就会自我调整 当你还没有真的找到菩提心的时候 你的心就起伏很大 一个人最怕就没有安住 因为他有时候起恶恋 有时候起善恋 这个人没有根 所以我说这个人只有善恋 没有善根 因为你不知道他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他好的时候很发心 不好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 这个人是用情绪化在修行的 用情绪化不好 因为你没有根 你的生命充满了变数 充满了变数 你还没有上高速公路 没有上路 今天先上到这个地方就好 因为后面 这个小跟大有很多话要说 小称跟大称 这个我们一般走上修行以后 如果你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走入小称 你走入小称了以后 你再走出来 就 这个就 有大部分很多时间了 所以这个大小要分清楚 当你发现觉得世间的痛苦觉悟以后 你最好一开始就走对 休息 一开始就走出大称最好 你不要说 我先去小称的地方休息一下 然后再回小向大 不要讲不要讲 你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一定要持续大声 你要修一次就走上正确的道路 什么东西一次把它做好 不要没有做好 再修修补补的 不要这样 好 我们到这个地方 到今天这个问题 有没有问题 今天的今天的这个课程 写佛的人应该如何将生命归零 以忏悔这两件事情 两者是否概念上有矛盾之处 当然刚开始你会觉得矛盾 因为你归零是空观 你离一切相 但是佛陀他是这样 我们调心之道是两个方法 两个操作 第一个是从甲入空 这个是心中没有像 对不对 没有恶恋的像 也没有善的像 但是空观也不能待太久了 空观待太久 两个过失 第一个忘事大悲 第二个不要修善 但是你空观对初学者也很重要 因为他必须要破词 那你你忏悔的时候呢 忏悔的时候 你忏悔的时候你不能修空观 修空观怎么忏悔 对不对 你要起忏悔心 忏悔的时候修假观 你失为你造了很多罪业 所以你 你修什么法门 你的心态要跟这个法门相应呢 我再讲一次 忏悔的时候要修假观 你观想你业障深重 你忏悔的时候不能想 我造了很多善业 你造了很多善业 你怎么会忏悔呢 你不是在开玩笑吗 对不对 忏悔要失为自身的罪业 善业这一块先不要去想 虽然你造了很多 先不要想 想你不好的这部分 你才会 才把我改变嘛 所以忏悔的心态 是失为今生 已经造的罪业 但是临终的时候 要想你好的那一面 真的 对你有好处 临终的时候要失为你自己 不简单哦 这一路走来造了不少善事 一路走来 也发了不敌心 我现在到净土去 临终的时候要鼓励自己哦 注意哦 临终的时候不要想你 过去做了什么措施 这个要放掉 临终要起善念哦 那平常在善尾的时候 你可以失为你不好的部分 把它发露出来 像佛权发露出来 一个东西一发露 一见光 就像那个水溝一打开 他的虚筋就消失掉 你要复长 他的虚筋就直升 所以你看我们造善 要盖起来 你跑去洗厕所 出来的时候都不要让别人知道 对啊 因得天报之啊 阳德想圣明 你看你 你扫厕所出来 扫得很辛苦 人家拍拍手 福报就没了 因为想圣明嘛 但是你都出来的时候 上回头看看 没有人赶快跑出来 阴德天报之 上天要报答你 要做阴德 阳德的时候 你一散法 一曝光 就散掉了 可惜了 若念佛人 患有痴呆临终的时候 请人助念 他有何方便来补救 哦 那这很麻烦哦 因为痴呆症 第六语识 因为你 你最重要是第六语识的 你没办法跟他沟通 第六语识一旦破 所以一个人吃大以后 他第六语识的门几乎关掉了 完全靠自己了 看到自己的善根 沟通无门 因为你跟他讲什么 他听不懂啊 所以痴是很麻烦的 他没有 你看一个人 他造很大的恶业 他烦恼很重 只要这个人 还可以跟他沟通 佛法就有办法救他 你看 央杰摩罗 今生杀了 九千 九千 九百九十九个人 他本来杀了一万人 最后想杀佛陀 佛陀跟他讲几句话 他就正好出国了 杀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 真的出国呢 我们没有杀人 我们也没真的出国呢 因为他依他佛陀啊 当然这个人肯定善根深厚 所以 这个痴呆不好 其实我们一个人 你平常修行 你要发孕 你要么身体健康 要么早一点走 临终的时候 病不要拖太久 真的 因为你病痛拖久 你的心念会慢慢持起意志力 射身会影响心理 我看过有几个楼上 我平常用功诊 但是他病 病痛拖得太久 在床上躺得太久 后来他都没什么练头了 散掉了 病痛比死亡更可怕 从往生的角度更可怕 要么就健健康康的活着 要么就早点走 在这个中拖着 把你的正念都拖没了 因为第一个他不可能再听经了 第二个他也没办法做功课了 所以他的正念 一个人正念不是进步就退步 他就不断地退市当中 正念不断地退 如果拖到三年以上就不好了 不好 所以我们平常修典福报很重要 厌武灵中无障碍 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病痛 病重的折磨 那么受的菩萨界的弟子 时间上不可能方便 如受六灾日 其他的六灾日补救 可以吗 可以 我们曾经误过海公说 在家基市 菩萨界受六灾日 如果六灾日是上班时间 怎么办呢 海公说 调到礼拜六礼拜天 找一个最近的礼拜六礼拜天 去受就可以了 可以 因为海公说这句话是有道 因为佛祖要你六天 主要是让你体会出家生活 那既然是这个精神 你礼拜一体会 跟礼拜六体会 有没有一样 差不多 我今天体会 我改成明天体会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海公说可以 你只要一个月选择六天 就可以了 选择你方便的时候 受海公说是可以的 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法师弟子受菩萨界 但因邪剑 邪剑很严重 如果你因烦恼还有救 邪剑很严重 邪剑破了邪淫的重罪 经法是你的指导 派战一年可参罪 然后可以重受菩萨界 弟子以后天天拜佛 一个小时畅悔 不敢稍微放松 但没有见好像如此受戒 可以重受吗 拜完一年可以重受 但是一年 不能断 每天都要拜 你应该不会一直邪剑吧 一直妄想吧 邪剑所造罪是比较重 但是佛弟子不太可能一直邪剑 你不可能说造这个没有因果 你可能是一时的烦恼 一时的烦恼 邪剑造的罪是很重的 所以你看 外道造罪 特重 外道他说这个鸡鸭鱼肉本来就是天下一道菜 对啊 这种人杀也就很难创伪了 所以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今生的时候有些人病痛 他拜个三个一八十八五就好了 他的果报没有很坚固 有些人他的病痛的时候 他拜的一年都还没好 这个业特别重 特别坚固 不要一直邪剑 所以你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明知故患比较重还是比较轻 对比较轻 对 正知正见 明知故患比较轻 你说你邪了佛你还造个业 邪了佛造业他的业比你还轻 因为他多少会有惭愧心 就算造的时候没有惭愧心 他方便时可能没有 正造的时候没有 他坐椅时 他造了以后几天以内 一定会起常规性起来 除非这个人都没有在学教理的 只要他知道道理 他造了以后的几天以内 一定起常规性 这个常规性设起的时候 他就折损罪业力量 那么外道在造业是尽情的造业 所以在维世学上说 贪生痴 你要我杀一只鸡 这个佛法祥诸瓦一言圣的过程很重要 你看我喜欢吃他的肉而杀他 这第一个一直贪忆 第二个一直称心 我看这只鸡不顺眼 把他杀了 称心 第三个疑吃 我为了要记事 这个鸡本来就应该杀了 杀掉 哪一个最重 从大乘的角度 疑吃最重 第二个呢 称心 对 在菩萨界里面 贪意是最轻的 吃是最重 第二个是称 第三个是贪 菩萨界 僧文界 贪意比称为还重 因为僧文界他要重处理 贪意正好障碍处理 菩萨界重菩提心 称心伤害菩提心 贪心还不伤害菩提心 你说我送了菩萨界 我又很喜欢喝咖啡 没事 他轻微的贪意 都不伤害菩提心 因为他是一大悲心 那么你这个造了重罪以后 你如法的忏悔 最重要你要断相续心 就是你没有想要造 没有想要造第二次的念头 那你畅满一年 即便没有见好 像洪一大师说 可以重受 重新再受一次 然后重新以后 你就不要再犯了 那么那一次的业 就变成 让他自己沉淀下来 沉到阿拉耶士的大海 深处的某一个角落 不要动他了 那就变成不增长业了 临终 他也不可能障碍你了 除非你后来又做 所以你一旦做了以后 你除了忏悔以外 记得你要断相续心 你后面不能再做了 下面再做 又会把过去的又加起来了 你又把那个业又调动起来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所以 谢谢大家